台中發生男子隨機持刀砍人案件 高雄捷運警察立刻啟動加強巡邏機制 包括高雄捷運以及輕軌等大眾運輸系統的 巡邏密度通通加倍 並且採取雙頸巡邏的方式增加見景率 來聽捷運警察對的說法 除了增加見景率之外 捷運警察還採取雙頸巡邏的方式 希望能夠讓搭乘的民眾安心 另外還協調了捷運公司 包括車站的廣播還有跑馬燈 都加強宣傳 請民眾如果遇到緊急狀況的話 記得使用緊急對講機和司機員 保持聯繫 呼籲民眾也留意自身安全